金瑞瑞歌 许多伟 金瑞瑞歌 藝瑞歌 金瑞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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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免費的 免費的 Air One C 快點 準備好了嗎 安妮老師來了 謝謝 Spicy Ball 很辣的一口球 Spicy Ball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很多人會問說 那你是嫁來台灣的嗎 越南人是不是很野蠻 我可以去增這個機會 把越南介紹給台灣朋友 I really feel Taiwan like my second home 大家好,我是安妮 今到越南,你們有什麼印象? 天氣好熱 東西很好吃 服裝很特別,很漂亮 是不是? 今天呢 我想給你們介紹一位 很厲害的越南文老師 你做的好漂亮喔 很愛越南文化 那,但為什麼來台灣呢? 我去問他看看 嗨,你好,不好意思 你是... 是的,是你嗎? 好漂亮喔 老師,我們今天為什麼要留意在這個書組 平常我都會來這邊 偶爾會來這邊 因為目前在台灣 教越南語 那這邊有很大的特色 就是說它有很多 東協國家的語言書 越南啊,英尼啊,泰國啊 等等都有 那我平常要自己編教材 所以要來這邊參考一些 老師寫的書啊 那學習一下他們的特色 然後拿回來交給學生 老師,你至少可以教我一下 越南文嗎? 嗯,當然可以啊 你有去過越南嗎? 我還沒 但是我很想去 好,那等一下教你幾個 最實用的越南人 好,走吧 那我這樣去越南旅行 然後我在飛機場出來 然後我要說什麼 Hello,越南 新? 對 新叫 新叫,越南 新叫,越南 對,很好 大美女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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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叫,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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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很好 非常棒 Good,Good 帥哥在哪裡 帥哥在哪裡 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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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哥是帥哥 但是,就是現在年輕人很喜歡用的 有型用語 對,那帥哥 就是從中文翻譯過來 就是越南語有分很多種 那這種是漢粵語 你們在越南喜歡台灣嗎? 喜歡 很多人喜歡嗎? 你知道在俄羅斯很多人不知道台灣在哪裡 越南其實很多人有來台灣嘛 所以我們其實還蠻熟悉台灣的 然後在越南也會常常就是 報導台灣的新聞 真的嗎? 你也在越南的新聞看過我嗎? 有看過 有看過 沒有啦 那我怎麼說台灣 你是越南文 我怎麼說台灣 台灣 來亂 來亂 亂來 不是來亂 不是來亂 是來亂 來亂 對對對 來亂 阿俄羅斯呢? 阿俄羅斯嗎? 鴨 很簡單對不對 一個字 鴨 鴨 因為越南比較有名 對 比較多人知道的是 鴨 鴨 我喜歡鴨 鴨 那我去越南旅行 我等一下要去買東西去玩街對不對 那我這麼可以問 這個多少錢? 其實你可以直接用鴨就可以了 鴨是多少 或是鴨 鴨 鴨 其實很簡單喔 你們也可以說說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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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肉 鴨 多少錢? 非常好錢喔 那如果她說太貴 我會說 老闆娘太貴了吧 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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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說 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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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文 還有什麼好吃的 越南 還有 其實越南的美食 就是有分布在不同的地區 會有不同的東西 那因為我是在北越嘛 所以我很喜歡吃烤肉米餡 烤肉米粉 聽起來不好吃 那越南文怎麼說 問家呢或者是說 問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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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鮑牛 對 鮑牛點 鮑牛點 很好 對 鮑牛點 鮑牛點 老師說很好 很有老師的味道 然後有什麼好吃的 還有法國麵包 這個是 法國麵包 在越南北也是法國麵包嗎 對對對 其實我們有很多不只是語言 就是食物或是建築 都有受法國的影響 來 我們來學在越南旅行 注意使用的話 比如說 我們剛剛有寫妳好對不對 妳好什麼叫 想看腳 什麼叫 寫腳 新腳 新的腳 新的腳 那我這麼說謝謝 感恩 很像台語感恩 真的喔 像台語感恩 感恩 感恩 真的很好寫喔 這樣台灣人可以去的 我們就心裡舒服 對對對 謝謝那我這麼說不可以騎 空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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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英文怎麼說謝謝嗎 我也教你 因為我是英文 好啊 好啊 準備好了嗎 安妮老師來了 謝謝 謝謝 spicy吧 好難 spicy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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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知道怎麼記得嗎 spicy 就很辣 spicy spicy bowl bowl spicy bowl spicy bowl spicy bowl 很辣的一顆球 spicy bowl 好 好 那現在免費的 免費的英文課 快點 你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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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那我覺得我還是教越南語 好 對對對 越南比較 越南語比較難 在台灣最好用的一句話是什麼 最好用的 你們大家想一想 你點菜 點菜的時候可以用它 你去買東西的時候用它 你去哪裡你都可以用它 好啦好啦我告訴你們 這句話 每幾個這句話最好用的是 這個 你去點菜你就不用想太多 欸不好意思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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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去買東西你也是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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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怎麼說 改奶 改奶 也差不多的意思嗎 改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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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個 這個one love 我真的很愛這個 這個 真的很好用 然後我們吃完 吃完菜我要說 嗯 好好吃喔 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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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來了 你在台灣 嗯 覺得有嗎 有什麼好吃的也難菜 的料理 什麼菜筋 有嗎 在台灣有 有嗎 好吃的也難菜筋 其實都 在台灣有很多 有很多 對 對 但是我比較常去的一個地方 在這邊附近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 等一下會帶你去 等一下會帶你去 你等一下會帶我去嗎 對對對 好 我好想跟你一起吃 Viet Nam料理 因為我覺得 Viet Nam料理要跟 Viet Nam人一起吃 嗯 越南人才知道 哪一個比較大語的 對 那我們怎麼說 拜拜 我們待會見 怎麼說 這你們不要笑喔 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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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見是大便 有一點像對不對 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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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於越南的軟秋恆 對於充滿著人情味的台灣 有著濃厚的情感 對於家鄉 更有著無法割捨的依戀 平時喜歡靠美食來一姐相仇的她 今天也要介紹給我們 來自於越南的好味道 而在品嘗美食的同時 我們又會從中學習到哪些新鮮的事物呢 對 哇 好多菜 感覺好高級 跟我以前去的 Viet Nam餐廳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對啊 擺盤很漂亮 真的 有一點像歐洲的感覺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帶我來這一家餐廳 第一個就是因為這邊它是 味道比較像北越那邊的 因為我是北越人嘛 所以可以吃到家鄉味 然後再來就是這邊 你看這邊 對 對 這邊感覺好像有點像咖啡廳 對 很舒服 今天外面下雨 我們這邊就是好像喝一杯咖啡 Viet Nam有咖啡嗎 Viet Nam咖啡很有名 很有名 對 這邊的老闆娘不好意思 你叫我怎麼說老闆娘 我忘記了 Ci oi Ci oi Ci oi 他真的多 Ci oi 我來 愛你很多 愛你很多 我需要二杯咖啡 所以我要兩杯咖啡 我們二杯咖啡 你一定要喝 kook咖啡 嘉尼人要喝 kook咖啡 我不喝 kook咖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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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kook咖啡 新椒 新椒 你也不覺得 你一個你 新瓜 新瓜 你不是新瓜 Ah 新瓜 乾硬 有 來我出家 她真的聽得懂我說什麼 妳真的很厲害的老師 妳是很棒的學生 難道她在台灣當老師 那我們今天吃什麼呢 這一道是烤肉麵線 然後紅肉 然後配一些什麼 法國麵包 法國麵包 那這個是在地越南料理嗎 很在地的越南 在越南也吃得到嗎 對 那妳來台灣教學生對不對 妳對越南文化 就是有興趣對不對 對 為什麼 因為我是越南人 那在台灣住久了 現在有很多就是台灣朋友 來學越南語的 所以但是大多的台灣朋友 比較不太了解越南的文化 為什麼 譬如說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很多人會問說 那妳是叫來台灣的嗎 妳很想要加來台灣吧 然後或者是 越南人是不是很野蠻 很愛吃狗肉 妳這樣不會難過嗎 其實一開始有一點難過啦 但是我覺得 就是可能有一些人 會有這樣子的刻板印象嗎 但是我覺得 這個要我們互相去聊和理解 所以他們沒有機會去歷行越南 那我可以增這個機會去把越南介紹給台灣朋友 讓他們更認識越南 對 那妳在台灣 一來台灣 妳有遇到什麼困難 困難可能 我想我們應該都是一樣 就是語言的問題 對 很多人會說 她在說什麼呢 她在說什麼呢 對 對 我其實到現在都每天都有 沒關係 加油 那妳這樣 喔 來了來了來了 喔 越南咖啡怎麼不一樣 謝謝 謝謝 我們先放這樣子 但慢慢吃 對不對 這樣要先在這裡 有名 越南咖啡 對 妳要先攪拌 喔 要攪拌 對 會有一種白白的 有沒有看到 喔 那個白白的是什麼 那個是煉乳 煉乳 這裡是越南咖啡的 你們都這樣子喝對不對 所以它比較甜對不對 但是也有一點甜 如果妳要喝熱的還是冰的 冰的也可以到這裡 對 其實到現在就不會那麼甜 很漂亮 很漂亮的咖啡 好啦我們可以吃嗎 因為我一直在這邊 好 我跟妳講華人我一直 六口水 六口水 好我們走 那妳要先吃什麼 妳要教我怎麼吃喔 好啊 我告訴妳 我第一次 我人生第一次 跟越南人 吃越南菜 好 那其實我們在越南那邊 都是把這個東西 全部都沾在一起 就放在裡面 這個要放 先放裡面嗎 沾一下 沾一下 來 先吃看看 有種很特別的香味 很香的咧 可是好像肉丸 看妳要不要配一點生菜 配一點生菜 配一點生菜 好吃喔 咧咧咧 好重喔 這樣子 對啊 台灣人比較不會喝那麼重的味道 對 可是這樣感覺妳早上可以喝一杯 妳就一個禮拜不用休息 真的 所以我很需要喔 下一次我們也可以一起喝咖啡 好喔 這個呢 紅酒牛肉 直接拿起來 然後蘸這個東西 它比較硬喔 對不對 比較脆 如果吃法國麵包比較硬一點 所以呢 我們就蘸這個的話 就剛剛好 然後也要吃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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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蠻像 真的喔 真的喔 因為就是番茄的味道 然後牛肉 好脆喔 好脆喔 對好脆喔 吃乾牛肉 因為我剛剛都沒吃到牛肉 好 在越南我們都是用 黃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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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是羊牛 嗯 台灣肉 比較好吃 嘗試的是澳洲牛肉 很好吃喔 好脆喔 然後它就有番茄的味道 尤其是那個紅酒跟番茄 很好吃 那你比較喜歡台灣 台灣的生活 還是越南的生活 比較喜歡嗎 對 嗯 跟你講 我一開始的話 就是不喜歡 不喜歡在台灣 對 為什麼 然後有人問我說 欸你之後可以加台灣老公嗎 我說會說 我不要 對 我說我來台灣念書 很多人說 你家應該很有錢 才可以來台灣念書吧 你家很有錢嗎 沒有啦沒有 對啊 那你結婚了嗎 還沒 但是有一個男朋友 有男朋友 對 越南還是台灣人 台灣人 你不是說你不喜歡台灣的朋友 小姐 我們一開始 對啊 但是 後來就是 因為我們住這邊比較久嘛 然後 碰到不一樣的人啊 其實台灣人真的很熱情 而且 很有人情味 對啊 他會照顧你嗎 他很很照顧我 對對對 我 其實我覺得他很棒 因為他不會 就是他跟他的家人 都不會說 啊因為我是越南人 對 然後其實我還是怎麼樣 我們出去 他都會說 這個是我 我女朋友 他從越南來的 很驕傲對不對 然後我有帶我男友回越南 他們 我們家都很喜歡他 他們都快結婚了 當然是非常好的一個情侶 像一種新一代 新興一代的神雕俠侶一樣 我覺得他們很幸運的地方是 他們都處於人生最棒的階段 最棒的時代背景 包括現在 我們越來越接拉東南亞的一個 社會氛圍 那同時他們也 很願意把我當一個朋友一樣 為一個哥哥的角色 去幫助他們 怎麼樣作為一個過來人的角色 提供一些良性的建議 跟參考這樣子 在台灣很多人教越南文 對不對 比如說我在世大念書的時候 因為我念研究所 然後因為我是外國人 我中文沒有那麼好 所以他們就是 世大大學給我們小老師 然後我的第一個小老師也是越南人 真的嗎 對啊 他也回來教我 我好想念這樣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很多 越南人可以教中文 然後越南文 那你覺得你教的哪裡不一樣 比如說教越南文 對 其實我覺得在台灣 有很多老師都很棒 那我覺得我們對志祺的教學 感覺就是 我覺得 就是可以製造一個 很放鬆的一個班級吧 我覺得大家都是一個 大家都是朋友 所以你每天去工作 你覺得好開心對不對 其實因為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不同年齡的朋友 不同工作的朋友 大家的經驗都不一樣 所以這次很棒的一個工作 你在台灣推開別南文化很久 那你注意得到的是什麼 在我去教學之後 我去上研究所之後 我認識更多的課程 然後學到多元文化的東西 我感到覺得不怕 我好幸運 因為我去教學 然後我認識了志祺 然後給志祺一個就是 機會去調整我自己 不會像以前那種 就是感覺有一點自備 對啊 對啊 推廣越南文化 所要面臨的種種困難 不但沒有打倒個性 堅強的阮秋恆 反而讓他在過程之中 更加的自信與茁壯 而在同事與好友眼中 阮秋恆的教學 又有哪些值得令人敬佩的地方呢 幾乎所有阮老師的同學 應該都會非常喜歡他 因為曾經有同學私下跟我說 他覺得阮老師課上的 非常的認真跟有心 同學們都蠻喜歡老師的 而且老師他非常的真誠 不只是對學生 還包括他對 教越南文這個工作 因為他不單純是把這個 當成是他為生的一個工作 他也把它當成是 他融入台灣這個土地 然後跟台灣分享他自己的互相 跟他的生命的一個過程 萬老師除了很認真 常常更新他的講義 也很準時敬業的 在於授課的部分以外呢 也是我們所有同事都很敬佩的 就是非常的謙虛有禮貌 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也是我們非常開心 能夠發現的特質 看到年輕人的一個追求夢想的一個 態度跟決心就非常欣賞 我就邀請他來我們就地講堂做演講 做分享 後來才發現他剛好需要就是說 有更穩定的地方在教學 我們很快的就是邀請他來我們這邊開課 給安排他到一些高中做授課 從而建立起他對於台灣更多的貢獻 更好的一個教學的環境跟 教學的一個經驗來累積 因為你在台灣真的發現很多事情 你不是在來台灣玩對不對 你真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狀況 那你最難忘的回憶是什麼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然後在那邊中心 然後但是在那邊 老師跟同學對我都很好 所以大家都幫助我 開始來都不會講中文 然後第一堂課了 然後就說回去寫功課啊 男人都聽不懂 所以就沒有寫功課 對啊 我覺得那個時候對我來說是影響最深的課 因為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是 每天都讀很多很多中文 對啊 很努力念書 所以你們跟你男朋友在一起兩年對不對 你覺得台灣男生跟越南男生 差在哪裡 台灣男生 我覺得很照顧家裡的人 很照顧 喔 越南人關過嗎 也不能這樣直說啦 越南男生也是很照顧家裡的人 可是台灣人就特別照顧 我希望很多台灣人可以看我們的節目 然後對越南就是改變他們的影響 越南人也很厲害 也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 我今天好幾次說你很漂亮 第一次喔 我第一次這樣子 謝謝 我平常不會長沒別的女孩子 我告訴你 真的 好 謝謝你 讓我們再吃飯喔 好 阮秋恆不只是一位教學認真的老師 更是一位促進台越文化交流的使者 透過輕鬆活潑的創意 與網路的便利性 讓更多的台灣人 了解到越南文化的美好 不只想讓兩個國家沒有距離 更是想要把兩個國變成同一個家 從台灣到越南只有三個小時的飛機的時間而已 但是其實我們還是對鼻子都很陌生 我希望我可以就是當一個橋樑 可以介紹越南的文化也好 或是把台灣的好東西拿去越南 就是跟大家分享 那讓越南朋友也更認識了台灣 讓他們知道我在台灣生活得很幸福 那台灣人也很照顧越南人這樣子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對我們的印象有些改變 我今天遇到蘭老師 我覺得讓我很感動 因為我們其實想法很小 因為她也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子 很獨立 來台灣 然後在這邊努力工作 努力生活 努力學中文 她也很愛台灣 也很愛她自己的國家 她在這樣來台灣 跟大家分享她她的家鄉 她的越南的文化 她自己好開心 然後我看到今天跟我聊天 還開心心的一直微笑這樣子 然後我會覺得很香喔 我覺得很幸福的感覺 很開心 蘭老師選擇在台灣跟大家分享 越南文化 也是一個愛台灣的表現 想說謝謝蘭老師 今天教我們大家 要愛自己的國家 也要愛你身邊的人 透過不同層面的輕鬆議題 請聽台灣與親住民朋友們的意見 借此了解是否會有著文化上的差異 而他們的觀點又會和你的一樣嗎 bakla unpleasant 煙 很羨慕 就是 跟朋友就是合約在一起 就是說走就走 然後就是從 就是 敬美騎到新店 再從新店騎到 就是 要騎到蛋水 可是就是中途真的太累了 所以就 就放棄 腳踏 所以这么伸辣 對 因為U百生是一個好分析 禁外生不是有送救嗎 然後送救結束 然後我們有去夜店 然後夜店結束之後我們去墾丁 就是接下來是去墾丁 可能三天都沒有睡 我們是每天都玩很瘋癲 然後每天都有喝酒 就是走秀的活動 在我的國家我可能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然後就是在那個生長台 我覺得就氣氛會很 就氣氛很好 然後我覺得這也算是一個 比較瘋狂的事情 花蓮吧 我覺得那邊就是風景很漂亮 澎湖 台南吧 因為我覺得風景很美 明天還會去台南玩一次 最喜歡的地方 堅廷 肯定 對 漂亮 它有一個房間 對 我去過兩次 就大致然很漂亮 對 台灣 台灣 是一個小地方 但是很便宜 生活在台灣 感覺像家 台灣 是一個很舒服的地方 而且它也很清潔 所以 我真的很愛這個地方 我猜 我猜 它是家裡的最友善的 人家 我跟台灣的標誌 是一個很痛苦的地方 那是一個很痛苦的地方 那是一個很痛苦的地方 那是一切都很痛苦的地方 那是一個很痛苦的地方 那是一個很痛苦的地方 我真的感覺到台灣 像我的第二家 友善的民族吧 應有盡有 經用 經過一連串的訪問後 我們知道台灣是一個適合玩樂 且富有濃厚文化的地方 在台灣 你能和朋友 擁有最瘋狂 最美好的回憶 聽了這麼多回答 你準備好 在台灣創造屬於自己的美好回憶嗎